有人用手机挾到当时一台警察车 看到一台自动车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没在安全 乘自动车的直接站起来人形 感觉这条车没去 就还有我另外一条车 但是这样就没问题 但是警方也不是没办法把车牌寄下来 要对这个车车的人发超过三万块 因为行人第一个派名派车 高雄健康安排一开始 家庭无理由行人的违规处处 像在红山 最近人都在走斑买山的时候 这台车车也愿意站过 也让警察抓到 以及学校等人潮较多的地点 根据高雄健康的通计 今年高雄有着地驾行人希望的事故 其中设计是行人违规处出外 也有两个车没有人过 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车 如果违规处都是家庭出席 到外在人形都骑自动车 还是路口没有人生过 还是行人违规处的车路 都是出席的重点 进入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一定要摆头查看确认路口 没有行人的时候 再来通过路口 另外我们要呼吁行人的部分 千万不要做出任意违规的行为 譬如说闯红灯 或者是跨越双黄线安全岛等 高雄健康也有21亚科技 这块家庭出席无理由行人 年底时会增加10个地方 希望大家都可以尊重交通的规定 保障大家用路安全 转民心新闻高雄报道 除了 危险行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